台中的卖场发现泰国进口鸡蛋发霉 而追查之后是发现问题蛋来自于桃园一家农产品公司 桃园市卫生局现场除了查获229盒泰国发霉鸡蛋 还发现该公司将回收的发霉鸡蛋 在制作成蛋液来贩售 将会依法开罚十五万元 台中市卫生局人员二十四号前往市区一家大型卖场鸡茶 因为民众在货架上发现好几盒已经发霉的泰国进口鸡蛋 台中市卫生局立即要求该批鸡蛋全速下架 因为该蛋品的上游厂商 立群农产品公司位于桃园市 也转通报桃园市卫生局 桃园市卫生局前往饥河时 发现该公司竟然将发霉蛋品再次贩售 立群农产品公司公称五月十二号从泰国进口冷藏鸡蛋 共九百零三箱 因气候温差变化导致鸡蛋品质异常 从二十二号开始回收发霉鸡蛋 但回收的鸡蛋又被加工为液蛋 桃园市卫生局表示 因为立群公司无法区隔问题液蛋和国产液蛋 所以需要全速回收 农委会表示 国产鸡蛋产量仍有不足 还需进口鸡蛋补充 以要求相关业者 加强席选作业流程管理 确保食品安全 农委会序幕处表示 专案进口鸡蛋来自好几个国家 部分进口鸡蛋将进入国内鸡蛋滚动仓储 是市场供需调整 等到国内鸡蛋产能恢复 就会以国产鸡蛋为主 会兼顾消费者与农民权益 记者邱石培王冬涛 张淑云桃园台中众和报道